病毒未散 大家宅家防疫 推动了餐饮定期的配送道府订购趋势 受访业者说 国人居家办公 生活方式稍有调整 更多人订购低卡健康餐和新鲜烘焙咖啡豆 近月来需求增长一倍 记者陈思玄报道 44岁的鲍尔曾在咖啡豆盛产地肯雅定居多年 自此爱上咖啡 不过他发现很难在本地购得新鲜烘焙咖啡豆 他于是创立定期宅配服务 把咖啡豆送到顾客府上 投入生意六年多 生意额在疫情期间翻倍增长 以往每周七八百个订单 激增到每周约两千个订单 也有一些人居家办公无暇料理一日三餐 这家提供低卡健康餐的业者生意额也随着大涨 从每日五百盒翻倍增长到每日一千盒 学者认为这种订购方式与批量购买相似 为消费者省下出门购物时间 业者也免去处理小额订单的程序 不过消费者应谨慎定夺订购期的长短 降低任何货不到手的风险